天音 哈囉 大家好 這裡是天阿夏TV 我是MusicInTheSky 天音 天音 那很高興呢 今天又在這裡跟大家見面啦 那八月呢 馬上就要過去了 那天音 今天首先啊 要在這裡給大家出一個小問題 那就是來 告訴我 天音的生日幾號 馬上出問題 好啦 開玩笑啦 那天音呢 在這裡還是要再次住院 在八月生日的大家呢 都可以開開心心生日快樂 那既然是生日月 天音今天啊 就給大家帶來了兩款 這個韓國的一個 蛋糕的餅乾 就是它是有一點像 蛋糕那樣的 然後吃起來是綿綿 柔柔的感覺 那天音也很好奇這個會好不好吃呢 我先來吃吃看 這個吧 這個 它是有點 我覺得它有點像巧克力派 啊 來 你看它其實 它外面就是一層巧克力派 然後感覺 我摸起來它是有點軟軟的感覺 好 我們來吃吃看齁 你看 它已經就是 蛋糕的材質 然後吃起來就是鬆鬆軟軟的 就是 就像巧克力派那樣稍微有一點硬 它就是很軟很黏 然後也不會特別甜 我覺得跟 如果跟牛奶一起搭配的話 應該是非常好吃 好吃喔 那吃完剛剛那個呢 天音現在很好奇 這個會是什麼味道 因為它好像是 就是一種原味的感覺 好 我們現在把它拆開 哇 它現在是長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一個原味的感覺 然後我看到這邊還有一些葡萄乾啊什麼的 不知道味道怎麼樣 它就是 吃起來比剛剛這個要硬點的口感 然後不是那麼種綿綿的 然後它有一些脆脆的感覺 但是呢又是蛋糕的口感 嗯 而且沒有剛剛那個那樣子 巧克力味那麼濃 我覺得大家不是很喜歡巧克力味的人 可以吃這個 嗯 好吃耶 看吃再吃一口 嗯 非常好吃 我覺得啊 這個當做下午茶應該是非常棒的選擇 喜歡吃下午茶的一定要買來吃吃看的喔 那今天呢 天音的吃貨放送就到這邊啦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抓緊時間 吃一個美美的下午茶喔 那韓國啊最近有非常多的組合 想要抓住8月的這個尾巴趕快來回歸啦 那天音今天要來說的這個呢 就是最近大熱的女子組合 Christy 那她也是帶著自己的迷女二級回歸啦 這次的專輯呢 School Out也是帶了非常好聽的音樂 而且非常新奇的舞蹈 特別要提到的是啊 這個組合裡面有的浙江妹子周杰琼 這麼說來今天也是同鄉的 對啦 那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們的 Christy 這次的主打歌 We Like 也請大家多多搜搜收聽喔 那這個夏天呢 天音覺得大家一定是非常的有眼福啦 那最近我們的性感女神炫亞也即將在29號回歸啦 天音真的是太期待了 那最近呢 經紀公司也是在16號發布了一系列的預告照片 照片中啊 有炫耀的眼睛啊 鼻子啊 嘴唇啊等等 引發了粉絲們非常大的好奇 那不知道這次我們的女神 又會給我們帶來怎麼樣的回歸呢 天音真的是非常期待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啊 那馬上就要七夕情人節了 天也是非常的想要談戀愛 男朋友到底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見過你 好啦 這些事情呢 我們就順其自然啦 那今天的天音其實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是之前大熱的我們的電視劇 《請回答1988》的主人公惠利和柳俊烈 那兩人呢 原本在劇中啊是非常的遺憾 沒有在一起 那最近 最近我們惠利的經紀公司啊 在16號表示 兩人啊 最近從同事變成了戀人 哇 真是太幸福了 大家不覺得從電視劇裡面變成戀人 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嗎 欸 我想 之前看電視劇的時候 支持這對CP的粉絲 現在一定是開心壞的吧 那天音呢 也要在這邊恭喜兩位 希望兩位可以長長久久的交往下去 對了 千萬千萬不要被韓國的固有藉口 形成太盲所打敗哦 加油 那韓國娛樂圈的這些分分合合 真真假假的戀愛傳聞呢 其實我們這些外人啊也是不太清楚 那最近呢 女子組和AOA的成員雪璇 在SNS上上傳了一張照片 使得啊 她和幾顆的複合傳聞又陷入了討論之中 那大家都很好奇 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那當事人幾顆呢 在當天就立刻澄清說 不是真的 那天音在想啊 既然當事人都已經站出來澄清了 大家就不要再亂想了 希望大家還是可以多多關注我們藝人的作品 希望多多支持藝人們的表演就好啦 那今天的節目啊 差不多就要到這邊結束了 那最近啊 韓國的天氣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一會就下雨一會就開太陽的 所以啊 天音希望大家出門的小夥伴們都要帶著雨傘哦 嗯 不過在國內的小夥伴呢 天音就 我也就不知道啦 那沒關係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擁有最後的假期 然後好好的去玩一玩吧 那這裡是天阿夏TV 我是天音 我們下週再見囉 拜拜